上个月28号,华联某国校爆发老师迟到霸凌学生一案 而目前已经进入了检查阶段 学校校长日前却会同7位他校校长拜访部落头目之举引发刺目之外 还要求学生向老师道歉,令家长不满认为是校长包庇企图混淆调查 而多名学生家长今天上午特别到校门口举牌沉默抗议 学校爆发失声霸凌案,目前调查作业程序已启动 该名主任也遭校方停聘三个月静候调查结果 不过今天上午任迎来学生家长在校园外举牌做无声沉默抗议表达不满 带头抗议的学生家长会会长表示 在霸凌案调查之际,校方不但没签议 日前还拜访部落头目小动作频频,居心叵测 校长则低调回应 前几天有校长,因为他们有校长协会 有来到我们头目的家去做这个 就是希望把这个事情压下来 对,然后八位校长到头目的时候去诉说这个 但是我们的头目就告诉他们 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处理好 那三位头目就会开部落会议来解决这个事情 是不是有参与还是说你没有参与 那能不能你这边说一说你们那边去的那边是什么 我今天等一下有重要的会议 我可能今天不太不太方便 那不好意思,谢谢你们的关心 事发后至今,校方以及该名主任 从未对家长承认错误 反倒以电话通知要求学生向老师知歉 也让受害者家长难以接受 那个校长有打架给我那个儿子 他要找我儿子跟老师道歉 那对这个事情你有没有什么作为 还是 听到这事情当然生气啊,激动啊 面对学生家长们的指控 校方表示都已经进入调查阶段 也不方便再做任何的回应 而县教育处则是说明被动立场 进入了调查的程序 那所以我们就是依那个程序 然后依调查的结果来依法办理 因为目前还在调查阶段 那也都是由学校去聘请的外聘委员 那他们会去访谈学校里的教师 行政人员还有学生、家长等等的 那等他们的调查结果出来的时候 我们才会再去做里头的厘清 所以还在调查当中的话 我们并不会去特别去 要去干涉或者是了解他们的内容 已经启动调查阶段的国小私生霸凌案 部落以及学校家长会举牌抗议 期盼欢令县教育处把行政干扰降到最低 还给他们一个干净的调查过程 接着食欲蓝罪社采访报道